大家好 我是雷槍 相信最近大家已經開始遊玩鐵道一段時間了 不知道大家的主線章節拖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在這次的限定卡池當中 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呢? 而雷槍最近也有嘗試玩星窮鐵道 包含之前封色版本的遊戲體驗的話 無論是角色還是遊玩方式都非常合我心意 當然啦 對於同樣作為崩壞新玩家的我而言 很多角色的前身與世界設定都還不太清楚 所以有很多東西對我來說還是蠻新鮮的 同時也能感覺到這款遊戲的野心與未來性 而這裡也包括遊戲的戰鬥陣容的多變性 而這部影片的主題將會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遊戲開服的第一個限定卡池的五星角色 希兒的角色攻略 包括與它相關陣容的優勢之處以及組合搭配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正式進入主題吧 首先我們先來快速的了解一下 希兒的角色定位以及相關的屬性特點吧 首先這款遊戲的角色定位以宏觀來分的話 可以分為輔助與輸出 輸出可以細分為群體輸出與單體輸出 單體輸出又可以再細分為單純爆發角、單體控制 以及主C收割 而希兒正是單體輸出的主C收割角 首先是它的天賦效果再現 讓它在普攻、戰技或者終結器中消滅敵人的話 會使它立刻再次行動 並且有增負增傷的效果 搭配上戰技規認的提速效果 達到多次單體收割和連續行動的情況 做到單點爆發和尾全體傷害的效果 甚至在速度提升到某個階段後 能在敵方行動前 自己就能先攻擊兩次的離譜操作 要知道這類擁有AT戰鬥系統的遊戲 以行動速度來決定雙方出招順序的情況下 我方角色的行動速度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在速度與傷害堆疊到一定程度之後 能夠做到在沒奶媽的情況下 無傷周回和推關卡 甚至進入一直都是我的回合的搞笑場景 所以在隊伍的組成中 如何提升希兒的速度與收割能力 將會是最大的問題 補助可以選擇艾斯達或者布洛尼亞 艾斯達的天賦增傷和大招加速都非常欺而希兒的特性 而布洛尼亞則是賦予大量增傷和爆傷屬性 而他的戰技更是讓希兒進入無限回合的關鍵之一 強行的拉威讓原本已經連續攻擊希兒再次行動 重置天賦再新的效果並且再次進入循環 當然之後也有速傷可以充當拉威角色 不過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布洛尼亞就是了 而另外一個隊友可以選擇副C補打點或者小控場 小佩拉和黑塔算是不錯的人選 佩拉的秘技和大招都有降防效果變相增傷 黑塔則是追加攻擊並且彌補希兒沒有的AOE痛點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最好還是選擇瓦爾特 在希兒的加速特性與瓦爾特的全體減速的化學作用之下 可以直接把對方的行動回合給忘了 敵人就真的只是一根木裝戰者給你打 而關於光智的選擇 當然是能抽到專武就用專武 專武於夜色中在提升希兒的暴擊率的同時 也會有隨著希兒的速度越高傷害越高的強力效果 當然如果沒抽到專武的話可以先用著增傷的四星光追 甚至是使用三星提升暴擊率的光追也是沒問題的 儀器的話可以選擇提升攻擊力與速度的套裝 又或者是後期能拿到的增加暴擊率與暴傷的儀器 可以大大提升希兒的阻吸收割能力 畢竟讓希兒打暴擊輸出 然後連續收頭才是以希兒為隊伍主席的核心目標 總的來說希兒就是依賴高速的特性與斬殺收割為主的角色 搭配一些加速增傷和拉位的輔助 那個數戰數決的爽快感和速度連壓的快感 真的在推主線之心的雜魚關 可以說是真的強而無腦 堪稱雜魚粉碎機 最後就是關於推不推薦大家去收希兒的這個問題 我是值得以希兒前期的收割能力和戰鬥加速感 單單是這兩點就值得我們去把它抽回來了 而且前期別說角色了 連光追都會蠻缺的 既然卡池都開了 不妨就多點幾次吧 把希兒抽出來組個以希兒為主C的陣容吧 要不是因為孟華的限制我還真的 真的很想要把希兒頂到惡魂啊 畢竟惡魂的效果還進一步的提升他的戰績加速效果啊 好了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次的希兒卡池裡面 把希兒抱回家吧 同時雷槍之後也會出幾部影片來介紹 關於星雄鐵道的遊戲核心概念與新手注意事項 如果大家有什麼東西想要討論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的遊玩經驗與看法吧 或者加入雷槍的DC群組 裡面會有專屬於崩壞星雄鐵道的遊戲討論區 並且追隨我臉書和主播的Twitch直播頻道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專屬amt